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讲一下韭菜和妖籽能不能够补羊,有没有道理 关于这个观点,下面给大家讲一下 韭菜它作为人的一种食材 虽然人我心目当中认为它有一定的补羊的效果 但是在实际的游泳当中却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好的疗效 现在的好多中药都是药室同源 如果说它有好的一个效果的话,能够补羊的话 很可能它也被列入中药的一个行列 之所以没有列入中药的行列 那就说明它的这个效果还没有被认证肯定 所以这是人们一种传说和认为 认识韭菜有一定的补羊的效果 即使有的话,也可能有的人会有一点点的作用 而不是大多数的人感到有效果 再一个就是韭菜虽然没有这个效果 但是它刚造的果实以后 韭子它是一个中药 中药并且发现它确实有补羊的功效 所以这个韭子它是有这个功效的 而不是韭菜有这个功效 再说一下这个腰子 腰子的话在人们心目当中认为是以行补行 认为这个胜虚了,吃个腰子就能够补起来 其实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 它没有一定的道理 只不过是在人们的心目当中的一个认识 个人的一个见解而已 没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所以在生活当中 这两点大家还是比较盲目的去使用